裡面在爆雞串 這個很好吃 這半熟蛋欸 好讚喔 這個夾蛋完美 它裡面放了超多不同的東西 但它好吃欸 它那個培根也好香喔 我好懷念炒飯喔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小向歡迎收看 我昨天在我們學校旁邊的盒子 做了這台車之後呢 想必就是要出去玩 因為我們學校六日是都沒有上課的 所以說Yeah 我們在Florida還能去哪玩呢 要嘛就是Miami 要嘛就是奧蘭多 要嘛就是要開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我選擇了Miami 我們先往南開 等下個月的時候 我再帶大家去迪士尼 我下禮拜就要去辦當地的駕照 拿到當地駕照就可以 超便宜的買迪士尼的票了 到最後再為大家解釋這件事情 好anyway 今天就是我一個人要開車到Miami特輯 其實我之前也有去過Miami啦 大家可以去看我美國公路的Miami特輯 我那時候在Miami好像也有待三天 但其實我沒有說到特別喜歡那邊的夜生活 我比較喜歡紐澳梁風格 是那種比較Jazz Miami的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讓我覺得 氣氛很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我找不到吧 這次我們再回到Miami呢 就是一個非常Chill的行程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真的是看書看到快崩潰了 我每一天能做的事情就是看書 所以我們這次去Miami是非常Chill 我會帶大家去一些私密景點 還有當地人推薦的小食 還有我要回去吃我超級無法忘懷的甜甜圈 好anyway我們先出發吧 GO 各位知道在Florida這邊超級多海牛的 所以呢我來到這個地方 是Manatee Bridge 它其實就是在這個社區的旁邊 就是這個河 聽說是有機會可以看到海牛 我在網路上查說這邊有 但是呢就是看運氣 不是每一次來都會看得到 然後有人說看到二十幾隻 也有人說來這邊什麼都可以看到 好我們去找看有沒有機會看到 哇你們看你們看 這邊離水好近啊 剛從那邊走過來 然後這裡有個橋 然後這個橋這邊有戰衛男子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看不看到 Did you see Manatee? Not yet Not yet 啊 網路上看到是有那個船啊 有些人是真的拍到 就是這邊都有Manatee在游 但不多大概就是一次一隻兩隻這樣子 好的各位看來是不太有機會看到 因為他說在冬天的時候比較多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呢 這邊的水域會比較暖一點 他們就會從北邊往下游 然後來這邊就是取暖 但是因為現在可能天氣比較好一點吧 所以說呀 海牛就會比較少一點 人家有點耐心慢慢等候 因為他們游得非常慢 他說上台他就會跑出來 投一出來 好像呼吸這樣 但不是每一次看到 好啦我們放出 我們直接去下個地方 Go 我們抵達 The Salty Donut 終於啦 超級多人 我就說到他這家超棒的贊 這是他全部的菜單 然後如果說你們看不太懂的話 他旁邊這裡也都可以有很多不同 Donut 這家店很棒的是 他有直接放在這裡 讓我們知道有哪些可以點 他們這裡 也有 可以水 讓我們喝 不然 我覺得會覺得很甜 需要加一點水 這才超好吃 我真的就是夢寐以求 我等了他等了兩年 我們要來吃囉 這個是Raspberry的 欸這個真的超級美 這是前兩個月才剛上口味 所以是我沒有吃過的 我之前吃過其實還蠻多種 海根的很好吃 還有它的檸檬的也超好吃 還有我之前吃過36 哇 那個真的超不好吃 我覺得這個口味還好 這個口味比較甜一點 而且它下面有點類似蛋糕 吃起來比較沒有那種甜甜圈的感覺 那我們來吃看 應該也會蠻甜的喔 因為這個是檸檬口味 這個很好吃 我真的很推大家這邊來點檸檬口味的甜甜圈 那還有另外一款是檸檬口味的 那個也是經典款 喔 它裡面爆汁耶 好喜歡喔 再配上他們一杯咖啡 喔這杯咖啡是海鹽咖啡 那剛好就是 也可以配上這個比較甜一點的甜甜圈 但其實它的甜度是蠻高 但不會實甜 如果說你們要吃 我覺得比較不甜的話 你們真的可以選那個 培根口味的 培根口味的 真的很酷 現在先來為大家揭曉 我今天晚上在邁阿密住的這個AMBMB 然後我是連續住兩晚 才兩百四十幾塊美金 欸 算便宜了 AMBMB 在邁阿密這邊住真的很貴 不管你是住飯店或住什麼都很貴 你去Key West更貴 我這邊找呢 是一定要連住兩晚的 而且旁邊真的是就機場 所以說如果你們來這邊玩的話 你們要住這家我覺得很OK 就是它離機場非常近 好先帶大家來開箱一下 我覺得還蠻漂亮 因為我剛剛看完之後發現 還不錯耶 好像可以介紹一下 這邊附近非常安靜 而且治安好像也OK 我看人家評價都算還不錯 很可愛吧 你看我們這個三號房打開 先看一下 裡面有超級多車車模型 然後走進來之後這邊就看到有一個 微波爐使用啊之類的 但是這個空殼 有給泡片耶 太好了 這我可以帶回去 學校吃 還OK啦 雖然沒有說到非常多 但其實我也不會在家裡吃 然後杯子碗盤啊 醫療箱之類的 然後它的冰箱也好可愛喔 進來看我們的主臥室 主臥室你看這床超大的 我覺得很不錯 非常舒服 配置都非常棒 但廁所好像比較小一點 果然是住兩碗 給這麼多 讚喔 然後 淋浴間 太棒了 這是殺水的 臉紅頭 給你幾棒 好了各位 等一下我們換個妝 準備好我們就要去 Miami的Bitch 去那邊吃點東西好不好 各位我們要吃這家Burger 聽說是在這邊超級之有名的一家Burger店 你看他這邊還有得過Best Burger in Miami 2023年的時候 我才來到這邊吃啊各位 最厲害的Burger 網上說這幾款都超級好吃 但是我想要問他 他覺得他最愛吃的是哪一款 哪一款Burger is your favorite? 謝謝 但我不太知道 那是太多了 ok 這個 葱萊姨 我們要吃了 葱萊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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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 和 和 和 我們要來吃囉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邊的店員 每一個人都還蠻好的 像他剛剛上錯了 就是他上到一個沒有蛋的 我就說我點是有蛋的 他馬上就說 I'm sorry sorry 好幾個一直跑過來問我說 喔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邊算不錯 但是我現在目測啦 他的肉應該是 現打的 因為他有一些碎肉部分 照片的確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就是 欸真的沒有菜 喔有一點菜 好啦吃吃看囉 半熟蛋欸 好讚喔 我原本對這個Burger 沒有抱太大的期待 就是我來之前我期待蠻大的 想說 欸呦 Miami就是Bass Burger 應該蠻屌的 他一上桌就覺得 那還好 真的要夾蛋 如果他少幫你夾蛋 你要跟他講你要夾蛋 這個夾蛋完美 這家味道 真的好吃 那我跟你說 他價錢有點貴 加小費的話是20塊 因為就只有薯條跟Burger 也沒有飲料 這樣台幣600多塊 都水油喔各位 哈囉各位早安 這是小巷在Miami的第二天 今天要帶大家吃的第一間 就是古巴三明治 好這邊風很大 我們往裡面走 這家古巴三明治很特別 它就是前面放一大排肉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以讓你自己選自己挑 然後我是想說 欸可以帶大家來吃一間 比較小吃店的 不知道通常古巴三明治 有一些都是走餐廳類型 啊這家的話 它不太算是餐廳類型 如果你們是自己一個女生 來到Miami 晚上千萬不要一個人走到路上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crazy 很多 像我昨天吃完漢堡 我就走回我的車上 我就遇到騎著腳踏車crazy 不可以理他 直接走掉 或者是走進一個店裡面 趕快離開這個人旁邊 嗨 我們要來吃囉 這家真的很多人 你看走進來就一堆人了 哇哇 這邊除了三明治之外 也有賣一些比如說肉類啊 因為他們中南美洲都很喜歡吃這種 看起來真的很讚 就類似古巴自助餐店的感覺 上面有很多不同口味 我們來吃麥阿蜜口味好不好 就搭了 我要來開箱了各位 超大份 它這個量有點誇張的大 看起來很豐富 它裡面放了超多不同的東西 美乃滋青菜 然後還有培根火腿 光火腿就有兩種 看起來真的是蠻厲害的 來吃看喔 它的火腿很好吃 它裡面還有放起司 你沒有剛剛看他們店裡面 下面有一排 全部都是起司 它真的還蠻不錯吃的耶 而且這超大份 它光裡面的起司 你自己看 太神了 這麼大份的三明治 一個是8.9塊 沒有含稅跟小費 含上去的話大概才10塊11塊左右 很划算耶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但當然它跟我之前吃過的一些果巴三明治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覺得它沒有壓得很扁 就是我之前吃的果巴三明治很多 就是那種麵包烤的super酥 然後它的料都壓得很扁很扁 就整個壓在一起 但是因為它這個真的太厚了 我也蠻懷疑 它這個如果這樣要壓別人花燒什麼壓 但它好吃耶 它那個培根也好香喔 難怪有那麼多人跑去吃 這不是沒有原因耶 推薦給大家 我的阿塞到了 哇它旁邊超美的耶 就是一個小小的花園 好有氣氛喔 就是這家 各位 看起來超好吃的吧 你們知道巴西莓果碗為什麼最近這麼的紅嗎 就是這近幾年來 因為它有大量的抗氧化物 可以促進消化對我們的皮膚啊 免疫力都超級好 所以說外國人啊 就掀起了一陣風 特別愛吃這個巴西莓果 超好吃 它這個算是冰沙類 所以說你們在吃的時候也不要吃太大口 不然你也是會燒腦門的好不好 這一碗12.50 然後加完小費多少錢 我也忘了大概14塊多吧 所以這樣一碗是300多塊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正常的價錢 我之前去夏威夷吃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那如果你當然去別的 中南美洲吃到的話 可能會比較便宜 我第一次吃 好像是在尼泊爾 他們有很多外國人會去那邊 開一些餐廳 很推薦讓大家如果你們找得到 就是阿塞的話 你們可以吃吃看 很多邁阿米人他們都買一杯阿塞 然後直接再去海邊那邊坐著 邊吃啊 邊在沙灘上面曬太陽 但是因為我想要吃的這間 它離沙灘比較沒那麼近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想要推薦好吃給大家 如果你們是往北部點開的話 還有很多間 你們就自己上網搜尋 我覺得每一家其實都很好吃 這集我也不會帶大家去小哈瓦那 因為我前一隻 登登登 邁阿米攻略已經拍過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去老吧 很建議大家如果來邁阿米 一定要去小哈瓦那 因為那邊呢 是真的很多古巴人 是移民到那個地方去的 你可以在那裡感受到一些古巴的文化之類的 而且現在台灣的護照也沒有辦法進入古巴 那如果你們有機會來哈瓦那的話 也可以去那邊看 如果你們去Key West的話 那邊也超級多 就是古巴料理阿 馬魚頭一定要喝 馬魚頭 他現在好像不知道有沒有開放 因為我看網路上Google是說 最近好像是維護中 所以說沒有開放 那蠻可惜的 這個燈塔旁邊就是Bailback Stag Park 那也就是一個公園 然後就有沙灘 好那我們現在先開過去那邊 從市區開過去大概也是要快30分鐘的時間 但我覺得開進來的時候 這邊的氛圍真的是算還蠻不錯的 好像又進入了叢林區 而且是非常有規劃的叢林 謝謝 YouTube 哇這個售票口 小哥哥頗帥的 我們要出發囉 進來了 他今天是開到晚上7點40 他門口都有寫 但我今天應該不會待到那麼久 因為晚點還要去吃個好吃的 走下來了 這邊很乾淨 而且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這個燈塔的歷史 他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唷 從1825年到1996年 這是以前他們燈塔整修 然後有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走進這條路 前方就是燈塔 欸他這個燈塔超美的耶 他就是一個非常典雅高貴的一個燈塔 我覺得這邊人太多了 也沒有到很貴 去不用錢的就好 那就可以了 我現在才剛來一下我就想走了 Miami太多免費的沙灘 而且旁邊停車又超便宜 有一些就是過了收費期間還不用錢 這邊是因為有人維護啦 所以說還不錯 他們還帶水煙來 超酷的 這真的很秋 因為我們台灣人好像比較常去露營 好像來那種沙灘 秋的比較少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台灣的天氣比較濕 因為這邊就很乾 坐在這邊吹海風你也不會覺得黏黏的 好啦 那有機會也是可以進來這邊走走看看 看看美麗的燈塔 然後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 好啦我們等一下見囉 我們抵達這個地方 我們最後一個 我到了在旁邊我停好車了 因為在這邊停車 如果你停在一些停車場裡面 我覺得也是有點貴 因為他我剛剛看到一個兩個小時 就要14塊錢 然後我剛剛終於看到一個路邊的 我就去掃描 然後欸他一個小時才一點多塊超便宜的 這邊呢就是溫德武區 到處都是街頭藝術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要晚上來這邊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晚上可能會比較亂一點 但這附近呢也蠻多酒拜啊 蠻多那種街頭的店啊 賣那種衣服啊 就很streetboy 我之前也有來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上一集拍的照片 你可以進那個溫德武藝術區裡面 然後附近去那邊參觀 就可以拍超多照 我自己是覺得蠻喜歡的啦 那因為我已經去過 所以我這次不會去 這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要來這邊吃飯 這家餐廳呢 是人家推薦我的蜜乳餐廳 我上次也有吃一家蜜乳餐廳 但是這間呢 是我的教官同學 台灣教官同學跟我說 他每次來必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底達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 我的朋友 哈囉 耶耶耶 這家是Menta 他是吃蜜乳式餐廳的 好我們進去吧 GO 他剛剛呢又推薦了我一個東西 那是我沒有聽過的 因為我上次吃了蜜乳餐廳的時候呢 他們給我講的主廚推薦 然後占在下來的話 台幣3000塊 但我剛剛問他 他說只有18塊 OK 我接受 小帥哥耶 這邊的食物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我已經決定好我要吃什麼了 我要吃炒飯 哇他準備了很多很厲害的東西要給我們 哇 the special one 酷 這個就是Pixol 然後你在蜜乳那邊啊 它就會很類似白蘭蒂的底 再加上那個蛋白 然後做出來發酵的酒 可能會再加一些檸檬啊之類其他東西進去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因為我覺得邁阿蜜算是一個 就是有非常多中南美文化的區域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邊吃到很多 不同中南美國家的食物 你可以吃到古巴的食物啊 蜜乳的食物啊 還有巴西等等什麼都有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他幫你點塔塔耶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吃耶 塔塔是生牛肉 哇 看起來很讚耶 哇 這是他們點的看起來很讚 Thank you 這個應該是玉米餅 他說裡面是放那個魚肉的 我們來吃看 很好吃耶 它是酸酸甜甜的 它裡面是用紫洋蔥啊 然後加一點檸檬然後去燻出來的魚 放一些就是鮪魚進去 但是我不太知道外面這一層皮是什麼 他們現在在幫我擦 It's like a banana Like a banana I know 我知道這個 它算是一個主食啦 所以大家都會用這個來當做主食 然後去煮直接吃 來吃吃看塔塔 我以為我在塔塔 只有在法國吃得到 旁邊下面是加那個 avocado 旁邊好像還有炸一個小肉球耶 然後上面是加生牛肉 是好吃的耶 它這道料理上面沾滿了所有的醬 它那個是炸的小蝦球耶 好吃 但我不得不說因為它外面這層黃色的醬 壓過原本牛肉的味道 其實我在巴黎吃到它是就是淋一點那種甜甜的醬油 就比較清爽 這個的話就是比較濃一點 滿好吃的耶 哇 它這個看起來超好吃 我好懷念炒飯喔 好好吃喔 我點這個料理麵非常多 有透抽啊 有蛋 然後還有牛肉 然後還有蝦子 剛剛跟他們有跟我講說 秘魯跟日本的關係非常的好 他們這邊呢就會有很多 很像是日本的料理 它也會給我們筷子 有些菜又跟那種日式壽司有點像 就像我們去夏威夷的時候 也會在夏威夷吃到很多日式料理一樣 所以這樣給大家吃 現在呢我們要來吃一家很好吃的冰淇淋店 我跟你講我之前就吃過 這家呢就是有酒的冰淇淋 這家超好吃的 這是我們在Miami的最後一個地方 這家冰淇淋店超級舒和好吃 就這間很讚 嗨 你又要去嗎 我上次吃的是這個 這個口味 然後它是麥卡倫12年的 這個真的超好吃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我要帶菌 然後它這個的話可以裝好幾個小的 買一個這個小的然後直接帶上去 然後再加一些冰淇淋店 我就可以直接帶到我住的地方 Yeah thank you 我們現在要吃了 我這個是Strawberry 跟Dakiri 還有Rong 對 哇 哇 雖然不便宜啦 它這樣一個要9塊錢 比它跟大師大概貴好幾杯 喔好吃耶 很好吃 是不是 你看它已經受不了想吃我的點了 欸這什麼口味我忘了 Amarudel I don't know what's it 它說是巧克力 它是像牛軋糖 跟巧克力牛軋糖 真的 來這下個口味喔 reaction 你喜歡嗎 哇 超棒的 檸檬的超好吃 買好了 我買超多 我短天間應該不會再為了買它過來 所以我這次一定要把它全部買起來 這集就到這裡囉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媽媽咪的話 可以去以上小巷推薦景點 其實我來媽媽咪也買來到第二次了啦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玩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邊好好的 休休息 感受一下小小費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感謝我的朋友們最後還陪我吃了一頓晚餐 喜歡小巷店 按讚訂閱加分享好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見囉 下集希望是 考完四之後可以去迪士尼 如果沒有考過的話 就不去迪士尼了 好啦我下集見 掰掰